艾口3以及高鐵6這邊的交叉路口 這兩個交叉路口 之前就經常 蠻常發生碰撞的 原因是因為這邊沒有紅綠燈 然後下一個路口在高鐵5這邊有紅綠燈 會造成用路的那個錯覺是說 前方置綠燈他就會 想要趕燈泡直衝 所以在沒有紅綠的路口 會常常忽視一些車輛 也就是導致說 無論是汽車或機車 在艾口2艾口3以及高鐵6這兩個交叉路口 經常發生碰撞 所以我這邊之前也申請過好幾次 希望有關單位 焦慮處這邊 能夠來設置紅綠燈 只不過 礙於一些規定 目前只能在地上 上次會看結果是只能在地上 畫至黃網線 然後增加路邊紅線的眼神 增加視野 那他們是希望這樣做 看起來比較碰撞的機會 在這次的原因 是 平均 我們